小吴说,5月18号,他经过宁波慈禧关海卫南央路时,这家八轮造型护肤的店员发给他一张卡,卡上写着分店开业39元。 店员告诉他,拿着这张卡可以在店里免费体验三次高级设计师的洗剪吹服务。 卡片背面的第一条写着,体验面部加肩颈SPA各一次,需加手工费20元。 小吴说,他同意之后,女店员带他去了二楼,稍微按了一下肩颈,对方就表示当天有其他事情, 让他第二天再过来免费体验,手工费也不需要了。 他跪着我四川的,也是老乡嘛,然后第二天我过去按了之后呢,他反正就套关系嘛, 就是说他单身啊怎么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他们经理随后又过来, 帮这个女孩子办一下这个卡,帮她完成今天的任务,1520元,然后就马上也过520了嘛, 他就说让我和他一起出去玩啊这样子,那女的也是说,就是说, 那你就帮帮忙嘛,反正我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呢,就是说, 也可以陪你数学过520啊怎样子啊,然后我当时呢,也是交个朋友, 也自己也单身,然后呢,他说他也单身怎么怎么样呢, 两个人在一起聊聊聊这样子。 小吴说,最后在八轮造型护肤充了1520元, 参加了对方提到的520活动,说是包含了十次肩颈按摩和腰部按摩。 小吴说,在聊天中得知,女店员姓刘,跟她年纪差不多,也是二十多岁, 当天充完钱之后,她就在店里等小刘下班。 他是说的,他说,我这里就有一个客人,我弄完以后就出去了, 然后当我在这边等的时候呢,他说,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又有好几个客人预约了,他说要给他按摩, 又说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子。 小吴拿出聊天记录,5月19号晚上, 他跟店员小刘聊天时,提出一起过520。 小刘问他,有没有礼物? 他说,我女朋友必须有。 小刘回复,别买花,浪费钱。 小吴问,对方这样是不是就算答应了? 对方回复,看你表现,我考虑考虑, 追我那个顾客三个月了。 对方还给小吴发了一张聊天截图, 证明有人在追求他。 小吴说,本以为520对方会出来跟他约会, 结果还是被放了鸽子。 说他下班以后要去跟他同事啊, 闺蜜啊,去吃饭怎么样,这样子的。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这时候我感觉就是说, 先不说钱不钱的问题, 我有点感觉他有点欺骗的意思, 而且诱导消费者消费嘛。 小吴觉得,店家就是为了让他冲钱, 才故意往储对象的方向引导。 他提出退款,但店家不同意。 找到八轮造型护肤,店员小刘在忙, 小吴口中的那位经理正好在。 半个小时后,当事人小刘忙完了, 记者把小吴说的话转达给了他。 让他帮你完成任务,大家有这个机会相处一下, 有这个情况吗? 正正常啊? 对啊,很正常的呀,是吧? 正正常啊,那妈就带生啊? 那然后呢?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我当时是说,今天不是正好520活动吗? 你要不就办个卡啊, 然后呢下班时候我们你要去吃个饭干嘛的。 然后呢,我这边是顾客还忙嘛, 然后有顾客要过来约我的, 是我的老,就是老客人, 然后这边也不方便什么出去干嘛的, 我就说他给他晚一点, 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晚一点了, 然后我俩就没有联系了。 他也不找我了, 那我怎么和他小朋友对不对? 小刘表示, 他没觉得小吴哪里不好, 只是对方操之过急, 作为女生总得考察一下男生。 但是年轻人太过了呀, 吃个饭吃个没给他来, 这现实不? 我说你也不现实啊, 那我又小女生主动去呀。 是不是,那这么说。 小吴表示, 这朋友他不想耍了, 现在的想法就一个, 退钱。 店家之前表示只能退一半, 他很疑惑, 冲进去的钱一分都没有消费过, 怎么就只能退一半了呢? 小吴说, 之前拨打了12315进行了投诉,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帮他进行了协调。 八轮造型护肤的法人代表 在调解时表示, 冲进去的1520块钱只能退一半。 那老板说, 这个是520活动, 然后又相当于我当时又做了一个体验的, 一个体验的要398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还要什么付什么违约金。 小吴不认可对方的说法, 认为体验的项目是用了店员送他的39元体验卡, 这张卡并没有要求额外充钱才能使用。 另外对于违约金的问题, 店家让他充钱的时候并没有告知, 互相之间也没有签过协议。 八轮造型护肤店的孙经理表示, 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老板在协调的。 小吴表示, 之前所谓免费体验的理发和按摩, 他可以单独支付给对方, 充值的钱扣掉一半, 他觉得有点多了。 对于套盒的事情, 自己并不知情, 当时店员是怎么沟通的呢? 那套盒现在在吗? 我们一切无关人没有套盒。 没有套盒? 一切无关人没有套盒。 到底他套盒有没有产? 我不知道。 他这个说话咱得一致, 不能说一边各批一词。 当时你给他推荐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他套盒的事情? 套盒? 本来我们三千五十五十二秒。 套盒? 有没有告诉他? 那个小套盒秒是秒三价五二里。 对对对。 我当时当年是1520嘛, 当时他是付了1520的。 那有没有告诉他这个套盒? 有的呀。 拿出来给他拆了吗? 我是真不知道。 拿出来给他拆了吗? 我不是说我真不知道。 而且他当天住了四百多块钱, 我们还没收费。 等等小姑娘说一下。 给他拆了吗? 那么久了我也忘了呀。 忘了。 以前就五百年的事了。 孙经理到马路对面, 打了一个长时间的电话。 回来时拿来了一个套盒, 表示这就是当时拆开给小吴用的。 这是开过了吗? 开过了呀。 一星人, 没用过吗? 他还开了后, 他当时用住的时候, 是用我们其他建有的住的嘛。 然后开了疗程是用这个住的嘛。 他当时住的那天还没给他算在里面。 这个套盒全名叫一星元草本能量尊享套。 包装上有相关的生产信息, 也有调形码。 调形码能扫出来产品信息。 店里的工作人员说, 打折后, 这个套盒加疗程一共1520元。 套盒打开是为了小吴下次使用。 你下次要用吗? 你下次再拆了。 你把事情都倒了好啊。 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疑问, 正常的提问。 小吴表示, 没有见过价目表, 店家也没有告诉过他套盒的价格。 全凭店家一句话, 他提出, 想看一下价目表上, 这个套盒到底多少钱。 你把楼上拿下, 每个价目表拿下来。 价目表拿下来, 那个套盒是多少钱? 这个套盒没有的。 为什么会没有? 这个套盒是我们另外的产品啊。 另外的产品你应该加进去啊? 那我买个菜, 我得给他把都有价格表啊。 那你出去点菜, 那个菜单上确实都有啊。 我一个处也要加目表。 你要给那个消费者, 那我得。 一个处那免费送的咱们。 现在搞明白一点啊, 是他跟我, 还是你跟我聊? 现在是你在问, 他得以为呢? 他代替我问。 套盒没有价目表, 也说不清楚, 没使用为何要拆。 这家八轮造型护肤店的孙经理又表示, 小吴当天做了好几个项目, 他们都没给他算钱, 现在要退款, 自然要算进去。 你是不是那天做了个肩? 是不是做了个腰? 是不是洗了个脸? 对啊。 那他是一次吗? 摔光我想请问。 那你们做上个项目呢? 景烟面部加肩颈, 死吧各一次啊, 肩颈加脸啊, 你刚才自己说的啊。 各一次啊, 各一次啊, 面部肩颈各一等, 做两次的二选一啊。 二选一, 二选一, 你们下面要写清楚啊。 那各一次啊, 兄弟。 各一次啊, 你的加号是什么意思? 那各一次, 各两个二选一啊。 各一次啊。 是各, 选二选一啊。 各一次啊。 各一次不是二选一。 不是, 我又问你, 比如说你去吃饭, 鸡腿跟鸡翅各一只送你, 然后是二选一吗? 我跟着讲, 这个解释权是我们本来的。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 最终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这句话, 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 并且属于霸王条款。 经营者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规定, 属于排除和限制了消费者权利。 小吴不想再跟对方聊下去了, 记者陪他把问题反映给了慈禧市市场监管局关海卫分局。 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的问题主要涉及到预付式消费退款、 明码标价等几个方面, 他们会依法进行调查, 同时也会帮小吴进行沟通协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这是最终解释权的气象 Riみ予蘇 parties, 因此荡--"Royco。 增加卓中的支持特替进行 Brookings 与ところ的人吹く带出部 und